未订阅的你记住帮我按Subscribe呀 欢迎回来由零开始,我是Anissa 之前有一集说过我在多伦多的生活消费 老实说,其实生活是有经济压力的 因为公车、公楼、保险、水电煤 你说夏天可以不开冷气 但是现在是冬天了,你是不是可以不开暖气呢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消费里面 出去买东西大部分都另外要给税 所以在生活上的购物我们就会省得一元一元 这一集就打算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住了加拿大这几年来的小小的省钱心得 说起理财,你可能需要一家可靠的银行帮忙 多谢今集的赞助Bemo银行 Bemo在加拿大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在加拿大有九百多间分行 Bemo new staff program是为新移民提供特别的优惠 如果你是透过年来到加拿大的话 都是合资格申请的 最重要是新移民都可以申请到信用卡 这张Bemo cashback mastercard是免记录申请的 它可以为你在加拿大建立良好的信贷记录 方便日后在加拿大生活 新移民优惠还包括第一年的银行月费是全面的 另外Bemo银行网上功能完善 随时随地 只要有网络的地方 就可以用电脑或手提电话的装置去完成交易 例如每个月交水电煤网络费 或者eTransfer直接从你的户口账户中汇款 不需要现金不需要支票 安全简单快捷 eTransfer会从你网上的银行界面 发出汇款通过email通知收款人 然后通过加拿大不同银行账户之间交易网络完成软帐 连入支票都可以打开电话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经常抽时间去银行分行排队 为你忙碌的生活中减去不必要的烦恼 如果你是新移民或者你身边有朋友 新来到加拿大的话 有兴趣就按下下面的链接看看吧 第一个小提示就是记得要Pie Smash 什么是Pie Smash呢? 就是一个产品 它们是同一个牌子 同一个吃串 一模一样的东西在A商店便便宜过在B商店 你去到B商店买单的时候 你就可以展示给它看Flyer 或者用电话给它看看 A商店跟你卖一样的东西在这个时间 但是它便宜点 B商店便会自然给A商店的价钱 在多伦多其实很多连锁的超级市场 比如Superstore Noville Walmart 都会有Pie Smash 我觉得对于商家来说 其实都很好 它可以吸引新的客人 但是对于我消费者来说 我真的觉得省钱省时间 你起码不用去不同的店铺买东西 但你也可以拿到最优惠的价钱 只要你带着Flyer 或者在电话App 或者他的网站 送给它看就可以了 第二件事就是GIFT卡 其实GIFT卡 就是收到这个礼物的人 可以去指定的商店消费 譬如那张卡里面有50元 你用了10元 那40元可以分次消费 下次就可以再用 在加拿大 其实GIFT卡是很普遍的 等同现金用 通常他们都没有过期日 或者过期日是很久很久很久之后的 所以过时过节 譬如圣诞 生日 毕业礼 这些季节 其实很多人都会买GIFT卡 去给别人做礼物 但是收礼物的人 就可以去选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那为什么我说可以省钱呢 既然GIFT卡可以成为礼物的时候 其实很多店铺会把GIFT卡不定期的减价 所以有时 他有10%或者20% 去买GIFT卡 但是GIFT卡的面值 在你用的时候 都是原价 譬如你买50元的GIFT卡 那它是真的50元的 但是你打折的时候 你就用40元去买GIFT卡 但是你把卡值50元 再去买东西的时候 就算你买正价的东西 都好像打了8折 而刚刚说过 GIFT卡很多人好像现金那样用 所以无论货品打不打折 你买的时候 都是可以用的 如果它没有打折的话 好像我刚才说 我20%的买GIFT卡 就算是正价货品 你也是8折了 但是如果本身是打折的 你再用你特价买的GIFT卡 去给钱 那就变成了折成折 有个小提示 通常GIFT卡的折扣 都是不定期的 不过它在圣诞节之前 因为都是一些送礼的旺季 很多时候它都有打折 那你今年就可以留意一下 有没有不同的GIFT卡特价 第三类就是QPON QPON都有分几种 好像我住屋子 每个星期都会有一卷的报纸 每个星期都放在你家的门口 其实很多人就会把它直接 掉进去环保箱 但是我为了省钱 有时我们都会打开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QPON是适合的 另外一种QPON 就是它会在超级市场买东西 它会贴在包装上面 有些就是你买过一次 就可以直接用的QPON 但有些就是那张纸 就要留下一次的消费的时候才可以用 另外当然是要下转这些APPs 因为就可以看一下 不同的商铺每个星期特戒的东西 还有记住可能去找一些 Facebook或者WhatsApp的group 加入的话 有时这些group有 就会很开心地分享了一些 布获的特戒 而你又適用的话 就刚刚好了 另外一种就是会员制 例如Metro Shopper Drug Mart 其实它是一个会员制度 你可以存分 可以用来换东西 或者有时买东西就会便宜些 之后就是入油 在加拿大很多人都有车 入油可能 你一个星期都会入一次 怎样才可以入油 但是又可以便宜些 全球油价不断上升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都有几个小小的心得 就是怎样才可以入到便宜 通常我就会去Facebook group 或者GasBuddy 这些网站 看看哪个油站会便宜些 我就会去那里入 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有些信用卡 跟某些油公司 其实它们是有合作 你用它的信用卡 去付款的话 就会有草分 或者现金回资 而且入油 你不会真的到最后一格 然后響起警告你才去入 所以我就会去网站看看 看它未来几天是会升 还是会跌 而且我自己 入油的时段 通常就是吃完饭才出去 晚上吃完饭 8点多钟到12点之前 出去入油会比较便宜 但是太晚 12点出去 第二天的价钱又会贵了 过去这一年 我们平时家里最接近 就是ESO的油站 有时它会有些批评 说今天入油 全部都是减10仙 或者有些人 就会站在油站 那里派那些discount的卡 那你有那张卡 那你就是下次入油 就可以减5仙 另外还有CAMUN 这个APP 因为你省钱 就不等于你的生活 要完全没有娱乐 其实加拿大推出CAMUN 这个APP就是想多些新移民 或者新入籍成为加拿大人的人 可以了解多些加拿大 它的风土人情 历史文化 所以你登记了这个APP 你有机会免费 或者用一个便宜一点的价钱 就可以去多些加拿大不同的景点 只要你申请了PR 5年之内 你注册完之后有一年 就可以享受这个福利 它可以免费或者有些折扣 参观超过1400个加拿大的景点 好像我在安省多伦多为例 你可以去那些科学馆 动物园 Casaluma 这些地方 我们之前试过一次 就是在上面 拿那些省公园的 parking ticket 就不用钱了 可以令你在假日的时候 也可以享受到 在加拿大免费的娱乐 如果你还有其他省钱的小提示 可以和大家分享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和我说 或者你喜欢我这类型的影片 也可以告诉我 最后记得 赞、订阅和分享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分享